你相对看好一些高校类的股份 那其中比较相对看好哪一只 其实我自己就比较看好三百二的 就是中会集团的 当然因为它本身主要业务的范畴 都是做一些高等、在职教育 所以刚才提到其实它就没什么 怎么受政策上的影响 就是因为你看到它过去 其实它最近公布了它 截至8月底的中期职 因为它比较有趣是8月底的 2、8月底的中期来说 全年结计来说 其实它的增长是很好的 因为你看整体的收入顺利 两者升五成六和五成九之余 范略率都是上的 去到五成国外 其实三个数字 特别的顺利增长 其实比之前准起指引升三成 还要快很多 其实只看大数 已经是一个几两例的数字 而且本身它主要在做一些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的学院 以及过去都收购了 四川两间一些的职业和技术学院 完全是符合到 一个所谓在职教育的那边的范畴 所以我觉得如果论一个国策 以及它本身正在走的方向来计算 其实两者是配合的 所以我觉得只看前景 都意味着那个增长 应该都会保持到一个不错的表现 还有最好的地方就是 它的估值是便宜的 因为如果以对高教股 在职教育来说 譬如中会 或者拉下去中教 839 或者2001新高教 这些来计算 其实自己选择中会 其实估值是差不多最便宜的 它现价和预期PE 预期PE更加不够10倍 只有8倍 但是虽然规模大很多 但预期PE是20多倍 是高很多的 所以如果两者比起估值来计算 我觉得中会 382的直播性会更大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选择 这些都可以先留意